娱乐中心凌晨预报导小珍突堤气压 图翻设字 珍脸书女星小珍胡莹珍个性直率 在节目上展出的良好形象 以及与前夫李静良仍保持良好动 受到许多网友的赞赏 平时小珍也喜欢透过群平台分享生活 不过一向给人爱运动 生活见乐观正面印象的她 今25日凌晨受到失眠困扰 还丑了老了烂了负能量的状态 引起网友关心 小现实动态PO初使用滤镜 你现在不是小还是大人的自拍照 并用白字在照片下方写丑了老了烂 还能怎样呢 继续被骗继续做吗 已经感觉累 像八十了感觉语气充满无奈 后来她又拿起手表 上指针落在3点35分 问大家谁还醒着 完全失眠 调出百味网友回应 其中也包含女星杨秀慧回了衣 我 不禁让小珍惊呼天啊 真的好多 小珍失眠 图翻设自小珍脸书 日前三例新闻网独家报道 李静良灰单二年后 全新冲刺事业 不仅东区医美诊所业绩持续增加 又投资五百万千下拉拉队进军体坛 以规划拉拉队将参与明年直篮球季30亿赛事 她很看好把拉拉队跟自己经营的医疗集团做结合 不过报道一出 小珍跑到三例新闻脸书下方留言 妹妹们小心哦 李院长要来了后面 还附上四个笑到流泪的表情符号 展现高AQ被网友大赞格局大 小珍意外很多人凌晨都还醒着 图翻设自小珍书 优优独播剧场 interna